全部猛猛 我猛猛 我猛猛 大家好 我是乙哥 不久前的5月19日 国民老婆心云杰一 与兴语言公布了结婚的消息 这个消息令很多人都不太开心 这令乙哥又想起了 之前曾做过的日剧 圣者即是正义 今天就借此机会将第二剧的坑铁上吧 战窝不慎的古美蛮 又接了一个案子 只要那粉丝团联合起来 将他们曾经的爱豆 伦伦告上了法庭 原因是 他们的女神对位训称 22年来连男人的手都没牵过 如今前男友却曝光了二人的床照 老谷主张 伦伦有虚假信息非法贩卖商品 包括CD 写真集 演唱会门票 粉丝团们要求 加上精神损失费 共赔偿5800万日元 细经父亲的老谷发完言后 叫做了自己的新搭档 这帅小伙教育一声 因父亲工资的原因 在国外度过了童年 他与老谷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另伦伦内牛马面的同意了赔偿方案 粉丝们也重新爱上了现在的他 真是皆大欢喜 古大律师的连胜记录又添了一场 四人欢天喜地的开着庆公宴 胜诉报酬高达2300万 老谷赚翻了 而羽生此的实际上是来古美们这里 积攒律师经验的 他的本职是名检察官 老谷很欣赏他 想让他代替小带来当自己助手 被羽生婉拒了 到了分别的时候 羽生问了古美们一个问题 您为什么这么执着于胜诉 因为不赢就没有意义 不惜一切手段毫不留情地打倒对手 获胜就是全部 若哪天我输了官司 我会放弃做律师 丧家犬没有存在意义 此时小带替老谷 接下了一个超有料的案子 两年前 运输公司社长德勇 和他的女儿遭到毒杀 德勇被毒死 小学五年级的女儿虽救活一命 却直到现在都因那时的侧解而自我封闭 警方查出 他们的晚饭汤里 被混入了情话清 德勇的交往对象 安藤贵和被逮捕 他是德勇5000万保险金的受益人 他结过两次婚 第一人丈夫离奇死亡 第二人丈夫自杀身亡 两次他都获得了高额保信金 而德勇在妻子兵死后 马上与贵和交往 至今花在他身世的钱 也朝一亿 贵和被称为世纪恶女 在媒体中引起轩然大波 很多目击者称 案发当晚曾在德勇家后门附近见过他 贵和家中也搜到了 朱安勇的情话清 一审判决死刑 这判决可为众亡所归 现在正在二审中 99%会维持一审判决 此时 世纪恶女贵和出场了 他一脸委屈地表示 不是自己做的 谷美门骂了他一句 贵和马上换了一副态度 让老果帮自己脱罪 小的让他向法官展示改国自己的态度 争取宽大处理 贵和则再次表示 自己也没做过 而谷美门仗着自己 实在最后的救命稻草 直接向贵和开了两亿律师费 贵和还价到一亿 老谷准备直接转身走人 贵和见状竟直接脱掉了外衣 表示会用一些额外的东西来补偿老谷 谷美门听后 扭着屁屁接下来这个案子 小道杂志上写着 贵和凭借着超凡的48手技术 俘获了一个个土豪大咖 谷美门自然也想体验一把 小代表示 法庭是被舆论影响了 死刑确实过重 咱的工作应该是引导法庭 给他合理的令刑 老谷不以为然 委托人要求做无罪辩护 他就算有罪也有洗白 这才是咱的工作 老谷找到了负责这起案子的检察官宇生 宇生就二人带到了办公室 这位全身上下 散发着寒几的大叔 就是主任检察官 这里到处散发着凉气 活像个大兵叫 还没说两句 主检察官就不停的咳嗽 远哥我真害怕 他是为新冠患者 主检察官称 关键证据不只有毒药 被告人家中还搜出了作案物品 古美门质疑 作案物品为何没被凶手修毁 检察厅造假可是惯用手段 主检察官没有直接下诸科令 而是打着零下解释度的喷嚏 用寒气将古美门二人喷走了 开庭登天 主检察官带着一团寒气进了法庭 古美门再次就贵和家中查获的毒药提出质疑 他为何会将犯罪证据一直留在自己家中 这也太不合常理了 会不会是别人为了嫁祸故意放的呢 宇生回应 被告家中受有严密的自动索 卖人很难闯入 古美门又将一审中已经审理过的内容 从头有毒药的容器上检查出被告的指纹 提出了质疑 下次开庭室有好戏看了 宇生私下找到小代 告诉他 自己其实是反对死刑的 但无罪释放实在太离谱了 你们应该争取酌情轻判 避免死刑 小代将古美门的原话 对宇生又说了一遍 他虽然极其鄙视老古的人性 但还是很敬重他的能力 此时古美门一定能采取什么措施 没错 此时古美门的侦探员蓝丸 偷偷跟着其他住户 窥探到公寓密码 轻松潜入了住户们的房间 再次开庭后 古美门找到了 约桂和住在同一公寓的大叔出庭作证 这个小瓶子 就是蓝丸放进他家的 接下来又有多位其他住户 觉得蓝丸之前放进他们家的小瓶子出庭作证 古美门成功证明了 这种公寓的安保系统 根本狗屁不如 卖人轻易就能将东西放进去 接下来老果就在桂和的实质指纹照片上 照顾了一处划生的长线 古美门称 桂和说 审讯过程中曾强迫他拿过毒药容器 很可能就是那时沾上的指纹 高检官否认 于是古美门又乘到了桂和的供述记录 原件上有一处血迹 正是桂和的上边签字时 被指划生的伤口 由此推断 这个指纹 只可能是在审讯时被强迫拿容器时沾上的 这无疑是警方捏走的证据 默认此事的检查方也该当同罪 桂和正是由于这唯一的物证 被判了死刑 现在就证明容器上没有他的指纹 解容器可被轻易放入他家 凭什么断定他就是杀人犯 又凭什么说他是世界恶女呢 无凭无据 全日本所有人都偏面断定他就是凶手 这也太可怕了 简直如同将被人厌目的妖女家伙收死中世界黑暗时代 老果站在桌上慷慨陈词 赢得这一阵后又跑到桂和那里邀功 桂和眉开眼笑的告诉老果 之前说好的报仇 自己一定回复 老果兴奋的掏出杂志 让桂和用高速旋转攻三点来抵 桂和同意了 回去的路上 古买们乐大像个疯子 一时间购买起的论调都变了 桂和无罪判决也生了一阶旺 而小代为了查明真相 更加确凿证明桂和的清白 决定去查清毒药的出处 最终找到了一位叫图乌的小伙 他居然亲口承认是自己将毒药卖给的桂和 小代再次陷入了矛盾 桂和明明犯了罪 自己却在帮真凶脱罪 最可恨的是 古买们一早就知道就是桂和下的药 古买们告诉天真的小代 我们的工作不是追求真相 而是保护委托人 但政治的小代仍然无法接受 将这件事透露改了又帅又可靠的语生 结果事情马上出现了反转 再次开庭后 检方提出了紧急追加证人 而这位证人正是土方小哥 土方在远生的询问下 承认了自己曾将工厂中的情话清 在咖啡厅当面卖给了贵货 这一幕令国买们猝不及防 直接将事情引导为检方收满了土方 让他做伪证 但这样的质疑实在很苍白 老古猜出是小代走路的消息 休庭后直接解雇了他 这下桂和是真慌了 古买们表示 就算你是个婊子恶魔杀人犯 我也一定会帮你脱罪 让他在下次出庭问话时 无论自己问什么都回答不是 除此之外 一切都不要多说 这样就能赢 可到了被告人问话这天 古买们的第一个问题 土方说向你贩卖了情话经 这是真的吗 桂和竟承认了世子姐向他买的 并在庭上亲口认了罪 被告竟在庭上亲口承认了一切罪行 这下古买们就算再神也回天无力了 宣读判决这天 桂和还是被判了死刑 震窝不慎的古买们 第一次输掉了官司 他表面上装成若无其事 内心却早已崩溃了 你看他为了逃避媒体采访 连鞋都扔了 回头一向不可一致的古买们 扑在服部管家怀里 哭声了傻子 而三目终于等来了古买们败诉 复仇成功的这一天 他却一点都开心不起来 想不通老果 为啥犀里糊涂就输了 这对检方本来是件好事 宇生却言 我要改变世界为由 辞掉了检察官的工作 又去当私人律师 助手小麦也摘掉了眼镜 又解放自我 去当宇生的小跟班 但实际上并不是小代 将土方透露给宇生的 这是宇生一开始就知道的 宇生邀请小代 加入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小代却没有同意 告诉他 我是古买们的搭档律师 我们还没输 我们一定会帮贵河翻案的 而此时古买们留下一张字条 我放弃租人了 从家中消失了 莫非他悬了短件 几个人火急火烈的 跑出去分头去找 却跑遍了风月场所 都没有找到 再看三目 他放不下这事 来到老谷家 看到了那张字条 居然在花坊里 找到了野放弃作人 已变成植物的古美门 他向老谷大吼 让他马上上诉 把官司迎回来 到时再由自己 将古美门打入地狱 没想到踏破铁邪物密处 傻丹就藏在花坊处 小带饱寒热泪地扑出去 赏了老板一见耳光 人又将他暴打了一顿 对老谷说 我没有出卖对委托人不利的情报 咱得继续战斗 就算贵河是凶手 他也不该被判死刑 说吧 向老谷展示了贵河推翻政策的原因 半则重新站了起来 我们又以牙还牙 不好意思穿台了 再看雨声 他真的创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还挖来了三目的前手下胡子哥 目标是 消除世上一切分钟 创造出人人幸福的世界 为此先要彻底击败古美门 原来贵河在被告人问话的前一天 和某人见了面 之后才推翻了证词 老谷问贵河 这人到底和你说了什么 贵河就表示 官司也已经结束了 还将老谷炒了鱿鱼 这可咋种 老谷的遗议 和高速旋转攻三点要泡汤了吗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这部段 别忘了长按点赞支持笑语过 并转发一下 这样有推更效果哟